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浪电视台 我是波波,我是浪浪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开一则 垃圾严重污染海洋的报道 近期我们发现 基隆市朝近公园 在外海出现大批布带帘 底下夹带大量垃圾的情形 而其背后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记者波波 好,谢谢主播,我是记者波波 现在人在发狗字 而最近基隆市朝近公园 在外海发现大批布带帘 底下夹带大量垃圾 当地予民研判 可能是日前南部豪雨 把垃圾冲入海中 被洋流带到北部来 不仅影响景观 也造成碧沙鱼港 渔船进出困难 所以基隆市环保局 也在朝近公园 举办基隆市浸滩活动 号召基隆业界 及长期致力于海洋保护人士 预三百人 清出三十七包大包垃圾 重达211公斤 以上报道 我们把时间还给主播 每当一阵大浪排打上岸 或者是台风豪雨过后 海滩上即浮现数不清的塑胶瓶 玻璃瓶纸盒 还有疫情后数量大增的口罩 有些生物还被渔网缠绕住 有些甚至误以为 那些垃圾是食物而吞下肚 造成它们大量死亡 但其实海面上的垃圾 只是极少部分 根据研究显示 目前的海洋垃圾 仍有94%沉落在海地 数量多得惊人 联合国定定每年的6月8日 为世界海洋日 绿色和平菲律宾办公室 也设计了一个大型装置艺术 一只满度都是塑胶垃圾的搁浅鲸鱼 希望唤起大众对海洋的关注 我们也可以从自己做起 例如参加进餐 食用外食尽量选择内容 或自备环保餐具 进而减少一次进物品的使用 守护海洋就是守护地球的未来 谢谢您的收看